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埃及的早期国家的发展 也形成了这么一种 就是国家和这个王室这么一个区别 这个在早期国家发展上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就是我们叫王室不为行政 那么最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领土国家 我们讲这个抑制国家和这个 城市国家最大的区别 就是基本的社会的基本单位 在抑制国家当中 它是宗族的 那么西州我们讲的山市 讲的这个景市 讲散市 讲荣市 这些都不是讲的一个小的家伙 我们讲的都是一个大的宗族 这个宗族可能会有五六百人 甚至是几千人 而且它里面还有 附着于他们的不同的一些 来源的这些俘虏 或者一些一些一些 这个农挪这些 它每个都是这么大的整体 但是在这个 在这个城市国家当中 它基本的社会单元 那是什么 它家伙就好处的 那就是我们所讲的 Nuclear family 中心家族 一般大概超过 超过十个人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中东地区和中国历史 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 很多发展就是从这个 最基本的 社会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呢 这样一些这个 家户呢 他们形成了一些管理的机构 这个机构呢 就叫做Assembly Aful Free Citizen 这些管理就是它 而且在这个 中东的这个 比如我们讲 在Messipatemia的 这些城市国家里面 它这些不同行业的这些人 他们是基本上是居住在一起 鞋匠了 他们就居住在一起 鞋匠了 他们就居住在一起 那么他们每个区呢 它有自己的一个小的 一个议会上 这点我要说一点 过去呢 在西方这个 早期历史研究 总是把这个 中东地区的国家呢 看着和希腊国家 完全不一样的 两个相对的 这么一个政治 那么过去这十年 十五年呢 越来越多的学者呢 认为呢 其实是这个 中东地区 我们所看到的 这些小型国家 和希腊早期的国家 基本上完全都是一样的 希腊早期也是有文化 那么国民呢 对政治都有相达 相当大的 这个参与的程度 那么这个呢 我想是 在中国呢 就是我们讲 一种国家 是缺少这样一种 自由国民的 这个当然就是 会涉及到 我们一些传统的 一些这个 一些增论呢 比如说 所讲国人暴动 是这么一回事情 那么我的看法 国人这样一种 自由民的团体 实际上是春秋为后才 开始出现的 其实都不存在 这样一些自由民的 这种情况 那么呢 在这个城市国家里面 这些精英呢 他以城市呢 为自己的认同标志 他出去的会讲 我是Essen 我是Colison 我是那个令人 一般会以城市 为他的这个 identity 但是呢 西州时期的 这些精英群体呢 他不是这样 一般都会为 他的意义 如果 我们家在保鸡 对不对 这个 我家是警市 那一般 我就会说 我是警市 我不会 我是宗州的人 或者 不会这么讲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 这个人们对 这个社会本质的 组织的认识 其实在 意志国家和 这个 我们讲这个 城市国家 是非常不一样的 情况 那么城市里面呢 没有独立的地位 我们在这个 西州经文里边 有这些 五亿这样的时间 但是从来 没有一个首长 没有一个官员被任命 作为某一个 主要的 意义的这个 行政首长 而是这些城市里边的 具体的官职呢 被统一任命 是这样的一种智能呢 在五个亿里边 通知史实 但是我们知道 那么在这个 在城市国家里面 他是会有 这样一个独立的地位 他是会有一个 类似于我们现在讲 市长的这么一个位置 这个人实际上 是没有实权的 但是他是 在沟通这个 国王和市民的 这些委员会之间呢 在发挥一定作用 那么他负责 把市民所提供的 一些税收呢 然后运送到这个 王室 是这么个情况 同时呢 这个抑制国家呢 他有比较强大的 逐渐形成这个 我们叫精英群体 那就是成备军队 这个是很清楚的 知道这个 西州有 就六十和八十了 这是成备军队了 那城市国家一般没有 城市国家一般就是 要打仗呢 国王就号召国民 跟他们一起去 上战场 都要打仗呢